你好,我是丽安 今天我要去逛Mal 在家里躲疫情躲了一年半 不知道Mal那边有什么变化 同时我想聊一聊 我对老年生活的理想和憧憬 开了一小段高速路 我来到了Mal 外面的停车场没有多少车 从主大门进去以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Mal的餐饮部 现在还没有到中午吃饭的时间 餐饮部里面没有客人 有一些餐厅灯还亮着 有工作人员在准备午餐 但是有一些餐厅灯都不亮了 可能关门了 用黑布遮起来的这些小台子 原来都是买一些小物件的 现在好像是没有生意了 都关了 经营首饰店也还没开门 估计是减短了营业的时间 下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理想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的计划 我的憧憬 最新的报道呢 中国人的寿命大概是77岁 所以从现在到77岁呢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这个期望值 所以很难就笼统地概括 所以我想分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就是60到70岁 第二个阶段就70到80岁 那第三个阶段就到80岁以后了 不知道能不能活的那个时间 墨里面空空荡荡的 几乎没有什么人 偶尔见到一些人 也是中老年人在这里面锻炼身体的 因为里面是恒温的 所以很多的人选择在这里走路 下面我开始讲第一个阶段 就是60岁到70岁这个阶段 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人的一生中黄金时段之一 非常的幸福 因为小孩已经大了 自己也没有负担了 那么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这段时间呢 身体也还都可以 可以到处去走一走动一动 我跟先生两个人呢 都是喜欢比较安静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小小的地方 不是像去旅游团一样的 到那里看一眼 然后照张相就走的那种旅游 我们是希望选择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住一段时间 体会一下当地的民情 民宿 风情 文化 饮食等等 我们会再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这样的旅行 是我们两个共同向往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好的地方 比如像在亚洲 我们会选择台湾 在欧洲 我们会选择 我们也会选择一个小的地方 在北美呢 我们会选择去加拿大 西边的一个城市 或者是温哥华 或者是班福公园 这样的住一段时间 三年前 我跟先生两个人 到班福去玩了一趟 我们只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很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讲了要去住一段时间 而不是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一个礼拜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要说去大城市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想去的地方 就是Washington DC了 我们想在那边住一段时间 参观所有的博物馆 体会一下住在首都的感觉 在这黄金的十年里面 我们除了旅游 我们还会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要把油管做好来 这个也是实现我原来年轻时候的梦想之一 以前曾经梦想过当一个电影人 现在我可以去找当电影人的感觉 希望能做出更好的视频 做一个小电影之类的 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留下来了 那对于我的其他的爱好 比如像我喜欢做手工 喜欢做菜这种的话 我也会坚持不懈地学下去 在这十年中呢 我们还要不断地回国去一下 看看老母亲 逢年过节呢 我们还得去看看我们的小外孙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70岁到80岁之间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那个时间 但是我现在的期待就是 那段时间我们已经不适合 长途旅行了 我们会在附近的地方玩一玩 然后继续做自己的兴趣 做自己的爱好 经常跟朋友聚聚会 聊聊天 享受一下平静的时光 很大的可能性 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好的老年公寓 我们搬到老年公寓去住 因为那个年纪已经没有精力 打理房前务后了 我们最希望的是 在这个年龄段 70到80岁之间 不要得老年痴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再想一想 一生中还有什么事 留下来了 要赶快完成的 不要造成遗憾 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活到了80岁的话 那我就把80岁 及其以后的日子 化成第三个阶段 就是80岁以上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能做的事 而且可以做的很好的事 就是广泛的交接朋友 跟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打打牌 唱唱歌 看电视剧 看电影等等 在MOD这一个角呢 很多的店面 里面都是黑的 我望里面看了几家店 里面都是空的 显然这些都是永久的关闭了 连上面的店的名字都拿掉了 看样子这个疫情 对这个MOD里面的生意 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连锁店 后来关了 现在建了一个健身房 看看里面的灯光 觉得健身房里面 生意还是可以的 看到了有好几个 用这个铁门关着的店 估计是暂时关闭的 希望预行过后 他们还能回来 在人生的第三个时期 也就是说80岁以后的时期 我真希望我们还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有一个有质量的生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面对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或者即将发生到我们身上的事 将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曾经对我的先生说 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走在他前面了 我希望他能找个伴 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走过这一生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还得有时间仔细地想想 我们的遗嘱是不是需要修改 我们剩下来的东西 应该怎么样支配 我们还要想到 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犯糊涂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一个 可以信赖的人 当我们的管家 帮我们打理日常的生活 这个地方原来也是个很大的商店的 后来也关门了 那么在疫情前的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啤酒加工厂 加上一个巨大的酒吧 可以容纳好多桌子 好多人 很多店的橱窗上面都有这个招聘启示 看样子现在的工作还是蛮好找的 人生无常 没有一个人知道 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我就希望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 过得有质量的 不论什么时候 都保持一个积极的形态 即便我们有万般的不舍 终究有一天我们将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怎么样对待我们 比如像当我们的生命要用机器才能维持的时候 要不要救治 还有深厚的事 要不要大家来看看你 给你告别一下 我的答案是不用的 因为我想把我美好的笑容留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一个活生生的我 所以这些都免了 并且我希望我的骨灰撒向大地 不要留任何的碑文 上面我讲了我的老年阶段 我想做的事 和我的憧憬 我的理想 那我还有一些不想做的事是哪些呢 我第一件不想做的事 我不想做冒险的事 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做任何冒险的事 不仅是给自己带来不便 要是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是给家人带来很大的不便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 不参与别人的家事 尤其不能参与小孩之间的家事 儿生自有儿生福 他们的事应该他们去解决 应该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好 第三件不想做的事 就是不想在死之前 把钱就全部用光了 在这个MOD中心呢 有一个台子给别人按摩的 这是一家中国人的生意 我自从搬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他们就一直在这里做 看来他们的生意还不错 现在还在做这个按摩的工作 也有顾客 他们的工作是这样的 一分钟一块钱收费 比较合理 我曾经也来过 服务非常的好 好了 今天的帽已经挂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